欢迎各位离邻香港中文大学新鸭书院 2017-2018年度第602次双周会 现在是唱笑歌的时间 请各位起立 唱笑歌 王大出生心 有着见诚诚 珍重 珍重 这是我心要尽收 珍重 珍重 这是我心要尽收 失望你 生生死犯 不要尽收 不知家 今来故我 你骗过命 无法生命之宠 东海 四海 南海 北海 有生人 珍重 珍重 这是我心要尽收 珍重 珍重 这是我心要尽收 生命之宠 无依无 不要有 不知情 管你总 你管你 何经不道我经 前线 我文静 奔放 我文静 我文静 这周 已 你是 我心要尽收 这是我心要尽收 各位请坐 有关登记双周会的事宜 请各位同学准时出席 已登记的双周会 2012至2013年度入学的同学 需要在歌学期登记 及出席两次双周会 而其他年度入学的同学 则需要与各学期登记 及出席三次双周会 或者是两次双周会 及一次学生午餐或是晚餐的座谈会 如果同学未能成功登记双周会 或者对于出席有任何问题 请与辅导处联络 另外请同学拍卡进场时 系统成功登记同学出席后 会有B医生及有绿色灯 请同学听到声音以后才可以进入 同时每次双周会举行后 下一个工作天的下午四时 同学就可以在网上查阅自己 当天出席双周会的状况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2017至2018年度第602次双周会 正式开始 四次双周会是书院 书院第四届新亚儒学讲座系列的第二家 我们很高兴要请到陈来教授 与大家分享梁树铭的 如学伦理说这个讲题 现在有请主持黄庆杰教授 陪同组奖嘉宾陈来教授到台上 并有黄教授介绍组奖嘉宾 有请两位 谢谢大家 尊敬的陈来教授 陈夫人 尊敬的黄院长 诸位同仁 诸位来宾 我们新亚书院的同学们 大家中午好 我是中文大学哲学系 王庆杰 今天我非常荣幸 来介绍我们第四届新亚儒学讲座的主讲嘉宾 陈来教授 陈来教授是当今最负盛名的 中国哲学的专家和辱学学者之一 陈教授现任北京清华大学 国学研究院院长 哲学系教授 在2009年转赴清华大学之前 陈来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哲学教研师主任 陈来教授1952年生于北京 祖籍是浙江温州 陈教授大学读的是地质 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师从张戴能先生 读哲学的硕士和哲学博士 我们讲地质跟哲学 两个看上去不相关的东西 但实际上都是找矿 一个是在自然界找矿 一个是在思想界找矿 陈来教授都是大师 陈来教授1985年获得哲学博士 后来又是从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和哲学史家冯有南先生 任冯有南先生的学术助手 被视为是冯有南先生的学术传人 陈来教授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举世矚目 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 这个新亚书院准备的小册子 就可以看到 它有 首先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头衔 它是中国文史馆的管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委员 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 国际乳学联合会的副理事长 还有很多 那么陈来教授呢 还是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 兼职教授和访问研究员 例如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 日本的东京大学 那么陈教授呢 跟我们中文大学呢 也源源深厚 他先后担任我们的 中文大学的哲学系 不仅中文大学 他跟香港及所著名大学 都有很深的源源 也担任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和香港城市大学的课授教授 另外他还担任 台湾中研院 十余所的访问学人 和台湾中央大学的课授教授 那陈来教授的学术领域 是中国哲学史 主要研究方向 是儒家哲学 尤其是宋元明清 理学和现代的儒家哲学 我统计了一下 从1987年 陈来教授发表 他的第一部学术专注 也是他的博士论文 诸锡哲学研究 到现在 整整三十年 陈来教授可谓是 住宿等生 一共出版了三十部 学术专注 平均一年一部 什么叫住宿等生 这就是 陈来教授呢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小册子上 陈来教授的所有住宿 重要住宿都有 那么2009年 三连书店呢 曾经出版过一套 陈来教授的学术论著 一共十二卷 陈来教授刚刚跟我讲 他最近还有一些 新的学术计划 那包括这个 我们知道冯友南先生 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以后 出了真原六书 我们陈来教授呢 也有这样的计划 那么我先透露一下 我们陈教授的 有新原人 新原辱 新原德 和新原氏 所以大家可以看 陈教授不仅是 至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大家 他这个也是 对中国哲学思想本身 有相当的研究和思考 好 那陈来教授的学术研究 和思想洋洋大观 但就其学术研究的脉络 和思想宗旨 我想呢 可以归结为下面这句话 陈来先生呢 从朱熹 王阳明 王传三 以将的宋元明清的 辱学正宗研究为体 上述到先秦 简博 孔子 乃至古代中国宗教和伦理 的思想源头 夏街雄师利 梁树铭 冯有南 李泽厚的 现代中国哲学意识 从哲学史研究 入哲学思考 试图对当代中国哲学 以及辱学研究的 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作以解答 这个问题就是 在当今的时代 中国哲学以及辱学 究竟如何定位与登场 好 那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 梁树铭的辱家伦理说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陈来教授 谢谢清洁教授的介绍 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来担任新雅的辱学讲座 刚才这个 《真相校歌》里面唱了 这个珍重 程序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是新雅的 这个创办的宗旨 和他的文化精神 因此在今天的时代 传承弘扬 中国文化和辱学的精神 我想这不仅是 新雅一贯的文化精神 也是我个人一贯秉承的这种精神 所以今天到新雅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学习的心得 我是特别高兴 也觉得特别荣幸的 黄院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今天呢 想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梁宋明先生的 关于儒家伦理的一些看法 那梁宋明先生呢 是被称为 二十世纪 新儒家 现代三圣 圣就是圣人的圣 其他两位呢 是雄师利 和马一福 虽然雄师利和马一福呢 要比梁宋明先生的年纪 稍微大一点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这个雄师利先生呢 虽然他自视更 自视很高啊 但是他对于梁先生来讲呢 应该也是要 要让他几分的 所以梁先生呢 应该说 他在二十世纪 辱学发展里面 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 当然今天呢 我们不能够 这个详细的 来介绍 梁先生的所有的学说 但是我想呢 对于还不熟悉 梁宋明先生的同学呢 只介绍两件事 就是他一生啊 在这个二十世纪里面 他两次碰到 这个批判孔子的大运动 那么第一次呢 就是在一九一七年 新文化运动的时期 打倒孔家殿 那个时候呢 他一九一七年 他刚刚进入北京大学 他就明白的跟大家说 说我来北大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来替孔子打抱不平的 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 在一九七三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 当时出现了一场 批林批拱运动 这个自上而下吧 那么当时呢 梁先生呢 这个拒绝参加批林批孔 那么当时他的单位是政协 很多人呢 就批评他 他最后讲说 三军可夺帅也 批夫不可夺制 正是因为他这种 秉承了这个 辱学的这种传统的精神 这种士的精神 三军可夺帅也 批夫不可夺制 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 所以就有美国的学者 把他称为最后的儒家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他也不是最后的儒家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越来越多的儒家都出现了 但那个时代 像梁先生这样 这个敢于直接顶撞 这个批林批孔运动的人 那真是绝无仅有的 那介绍这两件事以后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 梁先生在二世纪 中国农学里边的一个地位 今天我要讲的是 梁先生的儒家伦理说 我想分三点 现在先讲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他关于这个伦理的思想 这个起源的来源 是什么 我们知道 梁先生在1921年 出版了他第一部 震惊世界的著作 叫做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 五四时代 大家很关心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 但是那书的主流 是批判东方文化 批判中国文化 表批判西方文化 那么梁先生反潮流而动 他就写了这本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那么其实呢 他在这本书里面 不是仅仅讲 东方西方的比较 他是普遍性的 提出了他自己 关于人生哲学的看法 什么看法呢 他就认为 人类的生活 有三大问题 对应这三大问题 人类对于 人类生活的态度 就有三个路向 然后他就认为 人类的历史 就是回应这三个问题 展现这三个态度 这是他早期 应该说很有名的 这种思想 在梁先生 关于人类生活的 三大问题的时候 他讲过 他说人类生活里面 遇到的问题 有三大不同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人对物的问题 人对外物 对物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人对人的问题 人对他人 人对人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人对自己的问题 还有时候说 是人对自己的 生命心灵的问题 说人类生活里面 最大的问题 就是三个问题 人对物 人对物 人对人 人对自己 这是他对人生 对人生哲学 做的一个很高的概括 那么然后他就讲呢 这个人类生活中的人呢 他面对这些问题呢 他秉持的态度 有三种 一种呢 叫做向前要求 后面一种呢 叫做向后要求 中间这个呢 叫做持终调和 一种态度 一种态度就是拼命向前奋斗 争取 一种就是放弃问题 这个向后 回避问题 还有一种在中间 叫持终调和 也不是拼命奋斗向前 也不是干脆 否定这个问题 向后 而是采取一种 中道调和的态度 那其实呢 我们广讲 这三个态度呢 还看不出来 是吧 他跟那个 前面那个讲的 那个三大问题 有什么关系 那他就说啊 这个人类不仅有三个问题 有三种态度啊 人类文化的发展的七次 有三个阶段 七次就是阶段 有三个时期 那么第一个时期呢 就碰到第一大问题 就是啊 这个啊 这个 人与物的问题 这个物怎么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碰到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人和自然界的问题 那么这时候 他就出现一种态度 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 就是不断的征服自然 向物去争取 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 那么他认为呢 如果看历史的发展呢 人类不会永远在这个问题上 去走下去 因为呢 人和物的关系 到一定程度上 这个物就可以基本满足人的要求 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 变成比较尖锐的了 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怎么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他就认为啊 这个人与人的关系 不能够这个一往无前的啊 向前去征服 向前去克服 用这个一往无前的这种 征服向前的态度 不能解决人和人的问题 那要用什么态度呢 折中的 中道的 调和的 那当然他说 如果放眼未来啊 你看啊 这个人和人的这个 关系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一个问题 没解决 那就是人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心灵 你比如说 生命和死亡啊 怎么解决 人和物的问题解决了 人和人的问题解决了 你对生命和心灵的这个问题 还没有解决 将来一定会碰到 所以他认为啊 人类的第一个问题 用第一种态度去回应 这个就是西方文化 人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 人与人的问题 怎么去回应 就是中国文化 那他说 如果放眼将来 人对自己 生命心灵怎么对待 他认为将来就是佛教的 就是印度的佛教文化 所以这个是梁索明先生 他早期啊 这个在东西文化 积极哲学里面 啊 产发的这个 啊 主要的观点 在当时啊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震惊世界 你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 啊 呃 这是呢 我讲的第一点 啊 讲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就要讲关于这个 啊 梁先生所了解的 伦理和中国伦理 啊 这个伦理的问题呢 在梁先生来讲呢 啊 他不是属于人生第一个问题 不是人与人的问题 不是人与物的问题 啊 他是属于第二个问题 人与人的问题 啊 那么人与人的问题呢 啊 就是要把伦理关系弄好 是吧 呃 怎么弄好这个伦理关系呢 啊 他就说不能够啊 一往向前强硬的征服 啊 用西方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 怎么办呢 啊 他说应该用中国的儒学 儒家的那种态度 啊 呃 怎么以儒学态度呢 就是以家庭的天伦为基础 啊 来形成一种伦理 那梁先生所理解的伦理是什么呢 啊 在这点上应该说 他跟古人跟金人都不太一样 他说啊 伦呢 就是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彼此关系 啊 呃 这个呢 应该说跟古代这个 啊 伦的概念还是接近的 啊 呃 他说这个理是什么呢 啊 他说这个理啊 就是人对人的情仪 情就是感情的情 仪是友谊的意 啊 所以应该说啊 如果我们讲这个梁先生对于 啊 伦理或者中国伦理的看法 第一点 啊 就是伦理就是情仪 这是梁先生 啊 他的一个重要的看法 他说啊 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 啊 这个情仪就是伦理 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呢 彼此互相照顾 啊 彼此互相照顾 啊 呃 互以对方为重 啊 莫为自己忽视了对方 啊 首先他讲这个这个 这是情仪啊 情仪呢 啊 他讲 讲几个内容 啊 一个要互相照顾 啊 一个要互以对方为重 啊 一个是 莫为自己 忽视了对方 哎 这个是 梁先生所了解的 什么叫做伦理 啊 所以你从这里边 你可以看出啊 他首先讲这个情仪的情字 就是伦理啊 不是跟情没有关系 不是跟感情没有关系 不是干巴巴的几条规则 另外呢 也不是指 啊 喜怒哀乐啊 或者男欢女爱 这种情 啊 他是指啊 人与人之间 啊 好像家庭成员之间的 那种亲切的 关爱的 相互的感情 所以啊 伦理啊 啊 应该说啊 他理解的伦理啊 这个理不离情 伦理 我们就啊 常常把它理解为这种理嘛 哎 但是梁先生讲 这个理不离情 理不是离开感情的 啊 情也离不开理 所以这个伦理是情仪 是吧 就突出了 他了解的 这个伦理 一定是人与人之间 相互的啊 这个 这个互相照顾 互相为众 啊 这样的一种 一种情谊 所以呢 梁先生所了解的伦理 不是一种外在的规则 啊 是把人和人之间 这种积极的道德感情 哎 把它作为伦理关系的基础 这是啊 这个 我们看梁先生 他所理解的这个伦理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他认为这个伦理就是义务 伦理就是义务 他说啊 这个情谊啊 情谊 意云情谊 情谊也就是情谊 情谊呢 那个谊呢 是刚才是有谊的谊 是吧 他说也就是情谊 谊就是那个 我们讲那个谊气 是吧 人和人之间有那个义气 那个义 是吧 他说情谊也就是情谊 那义是什么呢 说义是义务 说人在社会中啊 能尽其伦理的义务 四季所谓道德 这个是你看梁先生啊 他从情谊就转到情谊 这个谊呢 就是他所讲的这个义务的关系 所以这个梁先生呢 他就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啊 伦理关系啊 从他的理解 是始于家庭 推广于社会国家 他是本始于家庭 但是推广于社会和国家 他说你看啊 这古代啊 君与臣 官与民 是吧 比之于父母儿女的关系 以至于啊 我们看到的东家和伙计的关系 师父和徒弟的关系 那社会上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切的这些 啊 这关系啊 可以说都是一种伦理关系 而这个关系里头 任何一方都有他应尽的义务 所以他有个结论说 说伦理关系 既表示一种义务关系 然后当然他也针对这个 这个啊 这个近代以来的西方的社会 他说近代以来啊 西方的个人主义啊 盛行 虽成为一个个人本位的社会 不胜其弊 弊就是毛病啊 产出了好多好多毛病啊 什么都是个人中心 都是自我中心 那产生很多毛病啊 他说中国古代啊 不是这样 是吧 说啊 这个君臣父子 夫妇朋友 中国人的五轮之间呢 都充满了一种义务 说义务关系 既表示一种 伦理关系 既表示一种义务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啊 一个人啊 好像啊 不是为他自己存在 而是互为他人而存在 说近视西洋的人呢 处处以自己的本位主义 这是跟中国所不同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梁先生 他所了解的这个 这个伦理的观念 第一个是情义 第二个就变成情义 情义就是义务 那么这个义务的关系里面呢 就是一个人呢 好像不是为了自己存在 是吧 人和人之间 是互为他人而存在 他就以西方啊 近代的这种 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个人本位的这种思想 做了一个对照 那这是他讲的 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呢 他后来啊 经常用一句话来表达 说中国的伦理啊 就是互以对方为重 那个他刚才我讲 早前他在那个东西文化 机器哲学里面 讲有三大问题 是吧 有三种态度 是吧 人类发展有三个阶段 他后来讲 他说我那个 那个早年那讲的 还讲的不是最清楚的 但我1930年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 叫中国民族自觉运动的 最后觉悟 在那篇文章 我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了 我刚才讲的那两句话 就是那篇文章里面 说伦理关系 既表示一种义务 就是他1930年 更清楚的 把他以前那个思想 做了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呢 到了30年代 他越来越东的 越来越多的 就用一句话来表达 就是互以对方为重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伦理 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在他后来的社会实践里面 还有一点调整 有一点调整 我们刚才讲 就是梁祖平先生讲 他说伦理是从家庭关系开始的 那么家庭是一种亲情 是吧 是一种亲情 那么亲情之间 互以对方为重 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但是怎么把这个思想 进一步扩大 变成所有人与人一间的 这种关系 他在他的30年代的运动中 乡村运动建设中 他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他从1924年 他就辞去了北大的教授的职务 他就开始进行这个村治运动 就是乡村的建设 也形成了一些理论 在这个实践里面 我刚才讲 他有一点调整 这个调整理由呢 就是他对这个伦理的理解 加了一条 刚才我们讲的是情谊 是吧 是义务 第三条就是尊重 尊重 那么就是说 他在这个乡村社区的世界里面 他就体会到 这个家庭伦理的亲情态度 他并不能够全然的照搬到 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里面 因此呢 如果在一个更大的社区的范围 就需要把这个亲情 要把它发展为 更加有普遍意义的这种尊重 尊重的态度 这里也可以看到 就是他对于传统的儒学 他是 他的认识是有些转化 就不是仅仅照这个 传统的儒学的亲情伦理来讲 他也做了一些转化 特别是 他把这个 这个伦理关系的范围 也做了适当的扩大 刚才我们讲 他讲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朋友 兄弟 这是传统的五伦 但是呢 他在这个三十年代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伦理的要点是尊重对方 他这个跟个人本位正好相反 说西洋人 要不就是个人本位 要不就是社会本位 中国人讲的是伦理本位 什么是伦理本位呢 他现在解释 他说应当是假尊重乙 乙尊重假 不能说你应该尊重我 我不尊重你 因为中国人以前讲的五伦 他有片面的一面 比如三纲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只能你尊重我 我不尊重你 他说不对 他所理解的这个儒家的伦理 是假尊重乙 以尊重假 他特别讲 他说团体应当尊重个人 个人也应当尊重团体 所以这个伦 不仅仅是父子 父母和子女 夫妇之间 兄弟之间 朋友之间 就是人和社群 和团体的关系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伦理呢 他认为伦理是一贯的 就是互相尊重 因此我们看 他对这个儒家伦理的概括了解 主张 他已经包含了跟传统不一样的思想 他有新的一些转化 所以他认为 每一方尊重对方 而仿佛没有自己 其实不主张自己 更多的尊重别人 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 他叫做伦理主义 这是从中国的思想 总结出来的 互为尊重 彼此富有义务 这是第三点 梁先生讲什么是伦理 什么是中国伦理 一个是情谊 一个是义务 第三是一个尊重 而且在尊重这条里面 他已经扩大了那个五轮的概念 不是只有父母与子女 丈夫与妻子 兄长与弟弟 朋友之间 而且人和团体 这团体当然可大可小 大到国家社会 这是梁先生 他对于伦理的态度 他讲的三个要题 什么是伦理 伦理就是三种基本的态度 但是这个还没有完 他还有第四点 就是讲伦理不能只有态度 还要有十件 还有十件 那么这个十件 应该说 他是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讲 他说 刚才讲 互以对方为重 要有情谊 怎么样才能够以情谊呢 他就 他讲 他说 传统的儒家 是讲究身和心 一个人有身体有心 你故事从身体出发 不可能以对方为重 因为身体代表的是一个欲望的主体 身体都是欲望 是吧 你的眼睛要看美色 是吧 你的嘴巴要吃美食 全部都是欲望 所以不能从身体出发 要从心出发 他是从心出发 人才能够以对方为重 那怎么样从心出发 那就是孟子讲的 要存心 大家念过孟子 存心 所以这个是他特别重视的 一个态度 然后他这样讲 他说这个伦理不是属于第二态度吗 第一态度是人与物 是吧 第二态度是关于人与人 人与人的这个态度呢 是折中调和吗 怎么折中调和呢 他说第二态度啊 就是你两个眼睛啊 要常常转回来看你自己 什么叫两个眼睛转回来看自己 他就用了那个 这个我们先听儒学里面讲的 叫反求诸己 要反求于自己 然后呢 要尽其在我 尽就是充分的意思 就是把你自己的义务要做尽 做好 尽其在我 所以反求诸己 尽其在我 这个是第二态度 最重要的 所以他讲那个 你你人和人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是广有广有态度不行 还有一个实践呢 这个实践呢 他就联系着儒家的思想 前面我们讲 要存心 这个讲要反求 所以他说 这个伦理关系要弄好 怎么弄好 就是双方各尽其道 每个人啊 只要问自己 有没有尽其道 尽其道就是尽你 这关于人道的义务 是吧 丈夫有关于丈夫的人道的义务 妻子有妻子 关于人道的义务 是吧 父母 对于子女 有父母 人道的义务 怎么履行这个人道的义务 要尽其在我 你要先问自己 是不是尽其道 是吧 责己不责任 不要老人 老去追究 你另外一个人 你的对方 有没有尽你的责任 所以他说 这个中国的伦理啊 是只许则己 不许责任 要强调尽其在我 反求诸己 这是他关于伦理实践 前面我们讲了三条啊 情义啊 情义啊 义务啊 是吧 尊重啊 这都是一个伦理的态度 那第四点是讲那伦理的实践 就是儒家讲这个 不能仅仅讲一些理论上的态度 还要讲实践 这才比较亲切吧 是吧 所以梁先生讲话呢 他应该说 刚才我们讲那个 新儒家三圣里面 像这个 熊世利先生 像马亦福先生 马亦福先生是个文士 他写的东西都是文兜兜的 是吧 熊世利先生讲呢 他因为讲大乘佛学 也非常深奥 是吧 哲学性特别强 但是梁先生讲呢 因为他曾经在农村里面 做这个 这个村治和乡治的运动 应该说比较亲情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关于这个 梁先生这个 关于这个儒家伦理啊 他的这些 基本的这个思想 那这是第二点 那么最后一点 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梁先生 关于这个 儒家伦理说的这个 他的意义和特点 那刚才我 讲了两部分啊 一个是讲他那个 关于三大问题 是吧 三大态度 是吧 三大阶段 那个是他那个思想的 一般的背景 那么第二呢 我讲了他 讲那个伦理和中国伦理 讲了四点 那是讲他 那个关于这个 伦理的基本内容 应该说 他这个 在第二部分 讲伦理和中国伦理的时候 其实他很少用 儒家这个字 但是呢 我们这个第三条 我们就要强调说啊 他讲的伦理和中国伦理 其实就是儒家伦理 只不过 在当时 他没用这个字 他有时候讲 说这个叫孔子伦理 那是那是一样了 是吧 他这个讲的 这个孔子伦理 儒家伦理 是吧 如果说跟一般的 那个儒学研究者 相比较的话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我们看 首先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一般的学者 对这个儒家伦理 他的概括 是吧 总结 往往是用 那个经典中的原话 比如修己安人 是吧 都是用这个经典里的画 来加以概括的 就是一般的研究者 是这样的 是吧 但是梁先生呢 我们看 他不是 他跟一般的学者一样 他不是用经典里面的 现成的话 来概括 当然 那些概括也不错 他是用他自己 在中国文化 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体验 加以总结概括 得出来的 像我们刚才讲 互以对方为重 是吧 这个不是古人讲的 古人没这么讲 是吧 这个是他 他在他自己的生活 和他在自己的实践里面 就是那些乡村社会实践里面 是吧 村治 乡治的实践里面 他提出来了 所以呢 他的这种总结 他就比较接近于社会学者 人类学者 你比如说我们做经典研究的 我们都是用经典里面的原话 是吧 但是我们看人类学家 社会家 是吧 他不是用经典的话去概括 他是用他的一套总结 所以梁先生这个做法呢 他是应该说 特别接近于社会学 人类学 对于文化的这种 理解和概括 所以他到1949年 他写好了他的一本书 叫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的要义是什么 最重要的 那个义是什么 那个著作 我们今天看 他很重要 他跟一般的传统的学者不一样 讲讲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他的那个路径 是吧 很大程度上 你可以看出来 是接近于社会学 所以这本书 是吧 他后来有人讲 说这个书 他可以比美于 马克思韦伯的 关于中国宗教的 那本书 所以我想他第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是用经典的原话 而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和文化体验 来总结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对中国伦理的理解 那刚才我讲 我就说这个 他讲了一个伦理 很多地方他没有讲儒家 但是到三十年代以后 他越来越经常这样讲 他说中国只有伦理 孔子极有力 就是孔子做的最大的贡献 为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这种伦理 孔子做的最大的贡献 说中国这么大的社会 他的人生需要安慰 他的秩序需要维持 靠什么呢 他说我的回答是 他所靠的是代表人生第二态度 所谓孔子一派的思想学问制度 说中国这么大 说其他的社会 你看看其他的文明 都是靠宗教的 是吧 这个欧洲 他是靠基督宗教 那中国这么大的社会 他的人生靠什么安慰 他这个社会靠什么维持 他的回答 就是靠孔子一派 孔子一派就是儒家 儒学 而且他说了 孔子这一派儒学的学问 就是代表了 我们人类在世界上 那个第二态度 他说第一态度 第一态度就是向前奋斗 争取 这是西方文化代表的 那么第二种态度 人与人之间要调和 是吧 那谁的思想学问代表这个呢 他认为孔子这一派 代表这个 是吧 那么 这一派呢 照他来讲呢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孔子开创和启发的思想 也就是儒学的思想 他不仅代表了中国的伦理态度 而且他具有世界的意义 就是人类怎么解决人和人的问题 他认为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 孔子的 这个 学说 那也就是儒家的文化 他特别强调 他说儒家文化解决伦理的态度 他用这个话讲到孔子 前面不是没讲到儒学和孔子吗 这句话代表 说孔子的教训 就是指点人要回头看自己 要在自己本身上用力 唤起人的自省和自求 自求就是反求主己 自省就是要有反省 对自己有反省 你怎么跟别人调和 只是这样自己 以自己为中心 那怎么跟别人能够 人与人之间能调和 要不断反省自己 这个 所以他说 中国人自经的孔子的教训 在社会上 呈现一大异彩 当然用他的话 这个异彩就是 以道德代替宗教 就是中国这个社会 这么大社会 能够组织这么长时间 成为一个统一体 能够维持 不是用宗教 而是用孔子一派的 伦理和道德 那这是 我们想 这个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 这些伦理 这个 这个儒家伦理 这个应该说 梁宿明 他对于这个伦理关系 伦理主义 伦理本位 所有的一切概括 归根结底 就是对孔子的伦理 儒家的伦理 做的独到的把握 发展 和表述 他这种 对于儒家伦理的 把握和发展 应该说 确实有他不可忽视的意义 有哪几条意义呢 我们可以再具体的讲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 他对儒家伦理的 把握和概括 是独到的 而且是有 是有现实性的 刚才我讲 他不是用现成的 经典上的那些话 说一遍 他是用自己的概括 而这个概括讲出来 你看他讲的话 他是符合时代的精神 是吧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 他讲人与人的关系 他用西方的一种文化 做对照 讲人和团体的关系 他符合现代社会的 一种要求 是吧 所以在这点上呢 我们看这个梁先生呢 他对儒家伦理的 这个把握 是吧 了解 他有独到性 而且有时代性 这是我们今天 重新回头看 看梁先生这个 伦理思想的 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我们说 他所理解的儒家伦理 和他的这种主张 对于今天 当代社会伦理建设 还是有参考价值 那很多人就是 因为我们古人讲的东西 都是一些 沉枝麻烂果子 在今天都没有意义了 是吧 你再跟他讲 这个 这个 这个论语里边 孟子里边那些话 是吧 他可能觉得很烦 是吧 而且那些都是用古文讲的 他也不要听 是吧 那在这个里边呢 这个 怎么把这个 儒家传统的这些伦理观念 用一个现代人能够理解 更容易理解的一种表达 把它表述出来 这对于今天的伦理建设 和重建 确实是有意义的 你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到了 他讲那个人和团体的 这个互相尊重的关系 不是在六十年代 在台湾也有讲那个第六轮 五轮以外还讲第六轮 都是这样的思路 就是怎么把我们古代的 一些思想的精华 在今天加以发展 加以扩大 适合今天这个社会 那在这个梁先生的思想里边 他已经有讲了 关于人和团体的这种相互尊重 另外呢 你像古代我们讲那个三纲五常 刚才讲这个三纲 我们今天都应该加以这个 加以抛弃 但是 这个 关于五轮里边的这种 相互关系的轮理 今天怎么重建 不能说没有问题 今天我们仍然碰到 父母跟子女的问题 丈夫跟妻子的问题 还有轮理的问题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关系 这些伦理问题仍然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古代呢 因为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思想 就是很重视这些伦理关系 但是他的把握呢 有的时候呢 比较偏于一方面 比如说父亲和儿子 比较偏在父亲的一面 丈夫跟妻子 比较偏在丈夫的那一面 这当然也是 对当时的社会 它也是合理的 因为当时那个社会 就是这样 妇女也没有社会地位 也没有职业 他这个地位 在家庭里面 就决定的是这样的 那么当然 当代社会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伦理关系要重建 所以我们看 梁先生讲 忽以对方为重 五轮很重要 但是要 要以对方为重 所以这些思想呢 应该说 他对我们恢复 这个重建 当代社会的伦理 应该是 还是有意义的 那么最后一点呢 我想 我们讲一下 就是 这个梁先生思想里面 他包含有这么个意思 就是一个中国的伦理 儒家的伦理 他要把它变成 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伦理精神 这中国伦理有一个伦理精神 是吧 这个儒家伦理有一个精神 他今天要把它变成 整个世界 现代生活的 具有普遍性的一个伦理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想呢 可能包含有两个方面的 我们今天看 有两个方面的认识 一个呢 他是想把用这个家庭的亲情 作为基础 把它变成整个世界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但是现代的社会生活 和人与人的关系 非常复杂 是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能够像梁先生 所想象那样 是吧 用这种 通过这个亲情的这种关系 把它移植放大 能够渗透到 今天的所有的人和人的关系里面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 一个工商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 它不仅仅是 父母和儿女啊 丈夫和妻子啊 兄弟姐妹啊 朋友之间 它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 是吧 这些关系 是不是都能用这种伦理化的 是吧 这种感情 去贯穿 恐怕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呢 不能没有疑问 是吧 还要继续探讨 那么另外一面呢 也许梁先生 他 他可能处的这个时代 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他处这个三零年代 中国的这个 这个社会的近代性的结构 刚刚发展 是吧 那大多数的社会关系 还是那个师父跟徒弟啊 是吧 东家跟什么什么 这种这种关系 是吧 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那个 是吧 这个 这个 那种 逆家族化的那种情感 是吧 逆家族化的那种关系 但是今天 我们看不仅是香港 台湾 是吧 大陆 澳门 是吧 因为这个现代化使得这个社会的结构 比以前要复杂的多 是吧 我想呢 一个是梁先生没感到今天这个时代 可能当时还没有看到这么复杂的 这种社会关系 但是也许啊 他也预见到了 但是作为一个理想 他是坚持的 就是你不管你这个社会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怎么复杂 我的理想 就是要把人从家庭开始发展出的亲情 要把它更加扩大 变成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才是伦理 就是他也可能其实知道 知道这个社会是这样发展的 但是这就是我的个理想 这就是儒家的理想 人总是要坚持这个理想 这个社会才能被改造 那特别是呢 其实我们看梁先生呢 他这个伦理说 他有一个对立面 他是针对 他当时已经知道这个西方的社会啊 即便这两百年来已经发展 就是个人本位 就是或者个人 他有时候叫做自己本位 就是完全是以个人主义 为价值取向的 这样一种一种价值观 他是针对这个 这个所以我们看他这个 很多地方他讲说 是吧 这个西洋人处处以个人为本 中国人处处以对方为重 他他有一个针对性 就是强调一种非个人主义的 非自我中心的 非权力本位的 这样一种伦理 对构建一个和谐的 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呢 我们今天看这个 梁先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他的关于儒家伦理的这个思想 我就主要讲这个三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讲的不对的 可以请大家批评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教授 现在有请黄教授 为我们主持温道环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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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陈教授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 讲了我们梁树民的这个 陈教的伦理说 那么给我们从这个 它的基本的背景 和这个伦理说的基本的内涵 以及它的意义 三个方面 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晰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讲解 那下面呢 我想我们就开放讨论 看我们同学和我们的来宾 提出问题 好 或者先由我们香港科技大学的客人 先提问 应该有麦克风吧 有没有 等一等 好 应该拿下来 我希望同学不会觉得我是全兵夺读 其实我也是新雅毕业的 所以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 陈来教授来到我们中间 他谈到那个辽修敏的哲学 让我想起了 当年在新雅读书的那段岁月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通识教育里面 就要求我们读 这个辽修敏先生 那个东西文化积极哲学那个书 可是我们当年 就是只是读了这个书而已了 对那个辽修敏的哲学 没有特别的去研究 那么刚才听到那个陈教授 对那个梁修敏教授的那种哲学的深入的分析 让我们大开眼界 尤其他谈到那个梁修敏先生 作为一个事的那种风格 的确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是一种激励 怎么坚持我们的那个自己 所相信的信念 这一种我觉得这个是很受启发的 那么我现在是想跟那个陈教授 提出一个小问题 向他请教的 那么因为我刚才听到那个陈教授 讲那个梁修敏的哲学的时候 谈到他特别重视那个义务这个观念 也重视这个 尤其在最后第四点 这个个人对于团体的那种责任 那种观念 那么让我想起 我就想这个陈教授 在那个研究梁修敏的哲学的期间 有没有注意到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这个梁修敏对于 还会研究一些日本的儒家 或者读一些日本儒家的书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日本呢 也是受我们这个东亚文化的影响 有些儒家的影响 他们也强调这个人与团体的关系 所以中日之间是有很多的 那个相近的地方 可是我自己也觉得 那个中国跟日本的 如果要比较起来的话 可能日本更重视那个团体 对于个人之间的那种的要求 所以那个义务的观念是非常 他们比如说 他们重视那个 这个集团的生活 集团的生活对于个人呢 甚至于有很大的要求 所以我刚才听到 那个陈先生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想会不会 梁修敏也是 在他研究那个中俄儒学的期间 也读一些日本儒学的那些的 儒家的 他们的那个之前也不知不觉的 受了一些影响了 这个是我的一个小问题 谢谢 好 谢谢陈荣开教授 下面看陈奈教授的回应 谢谢陈荣开教授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很好的 梁先生呢 他没有怎么读过那个日本儒学 日本儒学家的那个书 我讲两点吧 但是他也重视这个日本社会的 这个伦理关系 那个他说呢 这个 这个日本呢 这个近视社会啊 他那个长子继承制啊 跟中国社会的这个子女均分制 就是继承的问题 财产继承的问题 就是长子继承 然后其他的儿子都赶出去 是吧 他说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点 他说这个东西啊 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有过 但是我们从西州开始 3000年已经变了 就是觉得这个还不太公平吧 对其他自己不太公平吧 所以有均分制 所以均分里边所体现的那个比较公平的观念 其实呢 是中国文化里边 人 就是仁义理智那个人 根源是那个人字 有了那个字 所以才导致宋代以后 很明显的是财产要均分 但是他说这个 但是日本呢 包括英国都有这个 就是长子独占 其他子女都都滚出去 他就分析 所以日本这个社会可以看出呢 就是他的那个 他认为啊 就这个社会结构 不太进步 是吧 就中国社会呢 这个进步是在观念上的进步 他有这样一个 一个看法 另外您讲那个团体问题 这个问题是 是这个梁先生重视的 就是个人团体的关系 他说这个西方啊 就强调团体 那个 所以个人主义 跟个人本位 跟社会本位 他说在西方啊 这个社会本位就一种 用团体来压制个人 他讲西方就是这样 他没举日本的例子 但是他举了说 在历史上就有 在世界历史上就有这种 团体 就是压过了个人 那么他的理想呢 是人和团体 要互相尊重 要调和 所以他对那个团体 他是用西方做例子 说团体压到个人 这个他是很关注的 谢谢 谢谢 那陈莱教授 我们下面 看 好 王孙然 都在后面去了 对 感谢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在中文大学 见到陈莱教授 这个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李济讲 这个门内之志 恩演义 门外之志 义断恩 其实相当于把义和恩 这两个 就是情和义这两个概念 是有一个小小的对立 然后 这个 陈老师说 这个 这个梁树明先生 这个是属于 对理想的追求 所以他把 这个尊重 这个推 门内的这个亲情关系 一定要推呀 推呀 推到社会上去 我想这是一种 对理想的坚持 那还是一种 尤其他面对 民间儒学的一种 方便 教化的方便法门 他就是说 大家就是 通过一种亲情 比较方便理解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 包括现在 这个大陆 也有很多 民间儒学的复兴 还有很多这个人 做这个民间儒学 推广的工作 但是现在问题是 这个大陆 比如说像 稍微偏远的地区 和比如说 现在在香港 这个香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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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没有办法 在一个经济 相对独立的情况下 去推荐一种 民间儒学的这种方式 去推广儒学 是不是 这个 会有一个针对 香港这样 这种经济独立地区 的一个推广方式 这两个问题 谢谢 第二个问题 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就是关于民间儒学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 民间儒学的开展 有很多方式 这个 我举出两个 比较极端的 一个就是乡村儒学 它也是一种 民间的儒学 就是 那有些这个 有至于学习 梁俗明先生 那个乡制 村制运动的 一些 一些人 到农村去 组织那个农村 现在还在农村 当然很多 青壮老力 离开农村了 就现在还在农村的 这些人 学习儒学 把原来的 这个村里边的 某一个文化空间 把它盖成一个 儒学管或者儒学堂 来定期讲解 然后还那个 还评比 就是 它可以评那个 孝道的那个表现 你是几分 几分 是吧 它是不代表政府 但是这个运动 开展起来 每一家都不愿意说 我的这个门上 是那个 关于孝顺的上面 没有分数 或者没有给一个红星 是吧 于是它就 它就调动起来 是吧 那是 这是乡村儒学 作为民间儒学的 一种形式 另外一种呢 叫企业儒学 我刚才讲 比较极端的两种 是吧 就是怎么在企业 来推广儒学 这当然两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在企业家的层面 怎么把儒学 贯彻到它那个 企业管理的理念里 是吧 企业管理的理念里面 怎么把这个放进去 另外呢 它也包含着 怎么在企业里面 是吧 这个 用儒家的理念 来 来培训吧 教育 这个 他的 各层主管 是吧 低阶的 高阶的主管 和员工 是吧 这个 像中山大学的 那个李鸿雷教授 他前两个月 他出了一本新书 是吧 那个 主要就是讲企业儒学 所以这个 这个乡村儒学和企业儒学 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这个民间儒学的 这个方式 它都不是依靠政府的资源 或者是其他资源 都是自己来开展的 这个 我只介绍这个两个例子 那么还有 你前面讲的问题 关于门内门外的问题 我想对梁先生来讲 他就是要把它扩大 就是把它普遍化 不是为了方便 是吧 我们再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 是不是刚刚那边 有人站在microphone那儿 准备问问题的 请那位同学 再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 问题尽量剪短 李鸿雷教授 可不可以用广东话的 可以的 就是这样的 我的问题就是 当时呢 就是他就去中国社会感受到当地人的行为 归纳了一些五轮 就是伦理的一些思想 一些类似是要点 那是想让全部人都实行的 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了 那如果这些要点去到全部人 就是可能中国人 他们实行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行为的 就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要 就是帮自己亲近的人去争取一些资源 这样 然后造成可能对这个法治有些损害 这样的 那又可能在不同人交流的过程里面 因为不同的行为 那又令到对方觉得 可能不是尊重自己 这样 这样就可能有些误会 那这些是怎么解决呢 OK 好 谢谢你的问题 我想 关于古学的 我想从那个 就是 如果就从我们今天的报告来讲 就是说 我想梁先生他关注的不是行为 还是一个价值的取向 就是价值的观 就是每一个个人呢 他可能有自己的行为的方式 是吧 但是一个社会主张的 或者儒家说主张的 是吧 他一定是一个 要为这个社会 是吧 要建立一个 确立一个主流的价值观 是吧 就是 你比如说 你一个人可以说 我不尊重别人 我就坚持我自己 是吧 但是这个社会 不能够提倡这样的价值观 就每个人只坚持他自己 不管别人 是吧 所以社会提倡的 这个主流的价值观 一定是关注到 每个人的行为 对社会的影响 是吧 所以我想 就是对你这个问题呢 就是从梁先生角度呢 他关注的不是个人的行为 是吧 更多的是 社会的一个 比较统一的 主流的价值观 好吧 我们最后 以热烈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 曾梁教授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教授 谢谢 黄教授 会表示感谢 现在有请 新亚树院院长 黄乃正教授 为我们 自送纪念品 给 陈教授 还有黄教授 谢谢 谢谢三位 现在请院长黄乃正教授 陪同组奖嘉宾先行离开 而其余嘉宾还有公众人士 也可以先行离开